高级加密标准 如果采用真正的128位加密技术甚至256位加密技术 蛮力攻击要取得成功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 虽然高级加密标准也有不足的一面 但是它仍是一个相对新的协议 因此安全研究人员还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对这种加密方法进行破解实验 我们可能会随时发现一种全新的攻击手段 会攻破这种高级加密标准 2006年高级加密标准 依然成为对称密钥加密中最流行的算法之一